清明时节 清团是宁波人最钟爱的美食之一 宁波人说的清即艾草 在乡间田地里找到成片的艾草 剪下最鲜嫩翠绿的部分 在村口的小溪里洗净备用 之后便要雷清 在清水中加入食用节 煮沸后加入艾草 不停翻搅穿熟 待其根部变柔软后捞出 再冲洗挑紧干净 此时的艾草 以芳香四溢翠绿如墨 糯米粉加入水后 揉搓均匀 倒入饭增 蒸上几分钟 在顶部铺上备好的艾草 愈为蒸化后 整体倒入石旧 两人合作 一人抡锤 另一人不断翻叠 直到锤成颜色均匀的面团即可 摘成剂子后揉扁 包入准备好的黄豆或豆沙馅 风口柔圆 不失雅致 让人回味无穷